你的光 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 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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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空中主路鞋的节目时间里 今天我想继续和大家思想 基督那车不透的丰富这个专题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耶稣是真理 耶稣是真理 记得上一次我曾经和大家分享 有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那里提到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能进到父那里去 上次我们思想到耶稣是道路 今天我们来思想 耶稣是真理 什么叫真理呢 真理就是真实 永恒不变的道理 永恒不变的真理 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理 是可信的 然后是真实的 现在我们先来思想真实的这一面 当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真理 犯计划说除了他之外 没有真理 为何呢 也许我们先再看另一处的经文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 约翰福音第18章 37节看到38节 彼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他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熟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彼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在这里因为看见 当主耶稣在昔日 罗马巡抚彼拉多面前 受审的时候 他很清楚告诉彼拉多 他不仅是天国的王 他同时是为此而生 特畏给真理做见证 他说凡熟真理的就听他 犯计划说 主耶稣乃是告诉彼拉多 他就是真理 跟从他的就能够得到真理 当时彼拉多不明白 彼拉多回答说 真理是什么呢 我相信彼拉多的问题 也是今天很多人 内心所困惑的问题 真理是什么 在人类的历史上 我们看见古今中外 有很多出名的哲学家 他们所讲的一些真源 有时候你想起来都很有道理 因为是从人生的体验里面 所讲一些真源 但是 无论是哪一套的哲理 哪一套的哲学思想 哪一个宗教 人所产生的宗教 任何一个学术 任何一个理学 都不能称为真理 为何呢 因为真理 第一 它是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是真实的 能够把人带进永恒里面 什么叫真实呢 若是仅仅短暂 日光之下 转眼睛就过去了 那不能叫真实 真正的真实呢 是永恒不变 经得起考验 历史上我们看见 许多的哲学家 面对死亡都过去了 都在死的权柄之下 唯有主耶稣他胜过死亡 他所讲的道 他说天地可以汇聚 我所讲的话 一点一话都不会去 是纯到永远 真理的对面是虚仿 虚仿就是很多的欺骗 虚仿是从撒旦来的 撒旦是说方至人的父 撒旦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我们看见 许多时候人以为说 我好像看见了人生 某一个主义 早期很多人说 我看见某一个主义 某一个理想 然后他就为此而现身了 到最后他才发现说 道理 自私 哲学 都是好的 但是人性出了问题 人是虚假的 他觉得受骗了 原来可以发现 所谓乌托邦 很高的理想 但最后看见 人都是虚假的 人都在虚假的里面 都在虚空的里面 一个虚假的人 怎么能带给人 一个真实的真理呢 那不可能嘛 所以从前在纽约 当时有一个布道家 在那边布道 带很多人得救 后来有一个无神论者 很出名的无神论者 他就对这个布道家说 好 我们来一个 这个辩论的楼台 这个楼台呢 就是我证明没有神 你来传耶稣 我们来辩论吧 然后这个布道家说 好 我有一个先决条件 理论能够找到一位 因你的无神论的理论 令到他悔改 离开罪恶 你找到这样一个见证 我就找一百个 在纽约红灯区 在那边吸毒 淫乱 犯罪 这些阴性耶稣 一百个这种悔改的见证 那一个人一想 他说这样 我不和你辩论了 因为我连一个都找不到 不需要说一个找不到 连他自己的行为一塌糊涂 事实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信了耶稣 主是真正改变他 这个生命的大能就是那样的真实 所以真理必须经得起 凡性的考验 各方面的考验 它是那样的真实 古今中外 无数的圣徒 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凡性里 因信耶稣基督 他们都经历了这位相同的主 他们经历了神的话 也是那样的信实可靠 无论深处何室何处何景何地 都是这样经历的 这位信实的主 没有腹射的分别 没有种族分别 没有地位高低 贫富的分别 只要他信耶稣 他这样求靠主经历主 主的话就是真理 就成为他的供应 很多人今天追求属地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见圣经说 诗人发望向野地的发 草必枯干 发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主的道是真理是永存的 诗人发望向野地的发 野地的草兴旺 许多时候你看见 哇 这个人财富一发达的时候 真是很富足 很兴旺 才言广进 但是转眼间 这些发望的草 昨天还在 转眼间不在了 就像有时候一场金融风暴 有的人 哇 是哪一样富有 转眼间破产 钱财是无定的钱财 有的人你看他 你的人生美貌如花 但是转眼间 已经是个老人了 圣经说 草必枯干 发必凋谢 世上的美容 都像草上的发草 今天看起来 哇 他好像 哇 飘飘蓝 前途四景 哇 非常有成就 很有荣光 几年之后一看见他 整个人衰老了 变了另一个样子了 你会看见 岁月不留人 事业 地上的成就 转眼间过去 所以世人的花旺就像草上的花草 转眼间过去 圣经说 这世纪和其上情意都要过去 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唯有主的道 永远长存 神的话不改变 神所给我们的都是真实 早期呢 在苏联 有一个真理报 后来很多人说 这个真理报所讲都是虚访 没有真理 也是声称真理 也不是真理 在这个日本有一个邪教 曾经叫做什么 真理什么教 结果欺骗人 害了很多人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 他是永存的真理 因为他是造物主 人是出于他的 所以他所讲的 可以是从永恒到永远 已过的永远到加拿来的永远 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 也在圣经的意愿里面 只有找到他 才是找到永恒的真理 难怪是 门徒们跟从耶稣的时候 当有许多人离开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要离开吗 彼得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你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我们还跟从谁呢 地上的一切 转眼间会过去 但是主的道 主的话永恒不变 真实可靠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他就是真理 他的本身不改变 他所讲的道不改变 好 现在我们来思想 一处的经文 记载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我们怎么来经历这个真理 我们怎么来享受这个真理 在耶稣福音第五章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九节开始 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下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却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小子们 你们要自首 掩蔽偶像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约翰当时写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已经超过九十岁高龄 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经历了足后七十年 以色列王国 然后整个民族往普天之下去 他也经历许许多多人生的 上上下下高高低低 各种的变化 他深深体验到 他一生所跟从的这位耶稣基督 是真理 是永恒的真理 是真实可靠 他照着圣灵的启示 写了一案一书 在这里他特别提到 他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样说 他说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并将智慧赐给我们 这个真智慧就是认识耶稣 他说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约翰特别强调 耶稣是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祂的里面 只有祂是真实 道不如说人都是虚假的 地上许多东西虚假的 甚至很多广告 他盼望你买多一点东西 很多宣传虚假的 唯有主是真实的 主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今天住在哪里 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住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位真实的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主给我们什么真实的 我们曾经说地上的一切 转眼间有一天都要过去的 都不能带到永恒里面 但是主说给我们的真实可靠的 几例子来说 第一 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的罪得赦免是真实的 你得着神的圣灵是真实的 圣灵住在你里面 实实在在 你得着神的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 真实的 你得着儿子的名分 真实的 然后你得着 耶稣 记得圣灵住在你里面 永远与你同战 这是真实的 还有 将来建筑面的时候 我们要承受天上的基业 圣承新耶路撒冷 这是真实的 当我们离世之后 到乐园享受喜乐平安快乐 是真实的 父神是真实的 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圣灵是真实的 这些对我们来说 都是真实的 因为主所给我们 都是永恒的 今天人所给我们的 都是短暂的 因为他本身也是短暂的 但是主所给我们的一切 既是真实又是永恒 请问 我们所向往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苛慕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要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要住在这位真实的主里面 他说 就是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当你住在他里面 就有永远的生命 供应你 最后他提到一句 小子们啊 你们要自首 远避偶像 约翰在晚年的时候 他以父老的身份 他对教会中神的众圣徒说 小子们啊 充满着爱 你们要自首 自己保守自己 眼闭偶像 什么叫偶像呢 偶像认真来说 是 这个看得见的虚假 看得见的 很细 但是却是虚假 末寥的世代 可以说是一个 拜偶像的年代 最基本的 就是很多人 他就是在小时候 中学生啊 就是歌星啊 明星啊 球星啊 政治上的分云人物啊 然后就是说 我捧这个 我捧那个 他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然后 到了中年了 很多人 马门金钱 就成为他的偶像 中日就想发财 但是 千万小心啊 有的人为着发财 发了棺材 为何呢 拼命想赚钱 结果 太过透支 整个心血都白心血 结果 过分的拼搏啊 身体都夸了 在广州呢 有位很出名的 这一个医学教授 他经过研究 发出他的论文 其中他提到 他说在北京啊 很多CEO啊 就是这个总裁啊 他说 40岁之下 他是用命 去赚钱 然后 到了将近50岁的时候 是用钱去救回那条命 很多 到了将近50的时候 就是心血管 并有的是癌症 很多 就是在中年离世 过度劳碌 人为钱而死 大有人在啊 所以你看现代人啊 很多人钱是赚到了 但是赔上的是自己的寿命 原来可以活到80岁 90岁 结果他太过拼搏 在中年的时候 结果寿命就短了 哇 撒旦用金钱 买了多少的灵魂啊 耶稣说 人若赚到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能还能拿什么能来 犯生命啊 但有的人 事前如命啊 以金钱为他的 为他的神啊 就像 以色人旷野的时候 后来软落去 拜了埃及的金牛犊啊 有的人一输掉钱的时候 几乎输掉那条命啊 输不起啊 跳楼自杀 钱对他来说太要紧了 钱虽然是人生的必须 但他是给人使用的 不能做你的主 做你的神 那就大错了 我们应该当败主我们的神 单要侍奉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跟从耶稣 我们要自首掩蔽偶像 金钱不要成为我的偶像 然后地上的所谓的成功人士 不要成为我的偶像 主啊 有你就够了 无论我在逆境 无论我在顺境 无论我在贫困 无论我在富足 主啊 有你我就够了 啊 金钱加上知足的心 就是最大的益处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 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回去吧 以主为满足 这是有福的人生 这是喜乐的人生 做一个私比受 更为有福的人 你的人生祝福别人 让神的恩典爱流出去 非常有福 非常蒙福啊 末了世代是一个 拜偶像年代 在许多人里面 有许多无形的偶像 霸占他的内心 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自首远避偶像 远避他 除掉他 我们的心中 只有基督的宝座 我们要住在那个 真实的里面 再说 耶稣说 他就是真理 然后他说 他的道就是真理啊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 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提到一节圣经 他对父神说 父啊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主的道就是真理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那么 门徒们如何能够成圣 什么叫成圣 圣 神是圣的 属神的东西称为圣 圣父 圣子 神的灵称为圣灵 神的话称为圣经 然后 神的名称为圣民 信耶稣的信徒称为圣徒 然后神的殿称为圣殿 神显现的山称为圣山 总之 属神的 就分别为圣 圣就是 最荣耀 最圣洁 然后 神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成圣 圣为基督徒 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已经 已经成圣生意 就是客观的地位已经成圣 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 有 神的属性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 但是 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 主盼我们生命长大成人 这叫成圣 主观的经历成圣 换句话说 就是向主 向神 越过越向神就成圣了 向神的意思 乃是说我们活出神的美德 那如何能够像神 如何能够成圣 这条路就在这里 耶稣 祷告说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原来神的话 能够叫我们 越过越像神 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 不是圣经叫你离开罪恶 就是罪恶叫你离开圣经 我在说 不是圣经叫你离开 贪爱世界的情形 就是贪爱世界的迷惑 来叫你离开圣经 一个基督徒 若是整天 早晨一睡醒 第一时间就想到发财 我相信呢 若是他第一时间 就想到股票市场的上上落落 我所买的那个股票 今天情形怎么样 专家怎么议论 若是他一 一醒起来 第一时间想 怎么发财 我相信 他谈不上成圣的 他一定不会读圣经 因为他的心都充满这些 他会去研究 财经新闻 财经日报 什么财经东西 他都是研究 但是若是他这段时间 多读圣经呢 不错 基督徒需要有理财 要晓得是投资 不是投机 今天我们的专题 不是讲基督徒的理财 但是我的点在这里 就是说 若是他这段时间 全读圣经 他能够 无论得以示 里面都有满足 都有喜乐平安 他反而 这世界来的 纸醉鸡迷的时代 对他的迷惑 摸不着 为何 因为有主 有神的话 不断地提醒 光照 所以 主的话是真理 主的话 永恒不变的真理 改变我们 我做一点小小的见证 在我还幼年的时候 就是青年的时候 当时 我已经完全奉献给主 然后我看见 所有侍奉主的仆人 在历史上 或许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使徒们 他们对圣经 非常的熟 我就在主面前说 主啊 我一向读书 算是不错的 排在前茅 并且是对于 这一个树里花 特别喜欢 对背文字 最不喜欢 但是我看见 主的话说 所有的智慧 都在基督里藏着 神使基督成为 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救赎 我就抓住这句话 祷告 我说主啊 你是智慧 求你赐给我智慧 赐给我属天的记忆 啊 祷告 感谢主 主真听我的祷告 我当时决定 背圣经 每天早上 早晨很早就起来 半小时 祷告完之后 用一小时的时间 五点钟 五点半就起床 夏天五点 冬天五点半 起床之后 祷告完了 结果 接着就 用一小时时间 背圣经 才开始那天生活 然后呢 每个早上背一张 前后十一个月的时间 把全本新页背完一遍 默想五六遍的 常常带着 修正本的圣经 带着带里 有时在上学 在做事的时候 忘了 墨背到某一个地方 忘了 打开一看 就接下去了 那一段时间的操练 神的话是昼夜这样 随时可以思想 结果呢 哇 事后到了 后来也把旧月 重要的经文都背完 当然新旧月前书 也解了一遍 我想当时的年日 那一个神的话 在内心的影响 可以说影响我后来 这相当长的年日的事奉 就是神的话 随时圣灵教你详细 随时圣灵教你详细 哦 神的话是生命 也供给我们能力恩典 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所以我鼓励 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 趁着上好的年岁 记性最好的时候 多读一点圣经 多数一点圣经 多背一点圣经 有的弟兄姊妹 他 武侠小说 看了不知多少 但是 圣经一本 他就觉得太厚了 看了创世纪 出不了埃及 出来积极读不完 这还是心爱主的问题 有的基督徒 平时看一些各类的杂志 已经看了很多 但是圣经每天读一章 都觉得太长 这说不过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的心若爱主 我们就爱慕祂的话 我们就科目祂的话 主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我们能够天天读经 天天爱慕神的话 让神的话来供应我们 因为祂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 还有圣经说 圣灵就是真理 在遗憾一书第三章那里 有句话说 圣灵就是真理 所以遗憾福音第十四章 绝书也称圣灵为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为何说真理的圣灵 就是神的灵是实在 是实际 当你听到或许读经的时候 圣灵就把神的话解开 开你的心 叫你明白圣经 然后把你带到 这个真理的实际里 若是你仅仅听到 你明白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经历 你需要真理的圣灵 把你带进一些的实际 也就是你要顺服圣灵 神的话在我们里面 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 圣灵总是借着神的话来安慰我们 光照我们 启示我们 扶持我们 供应我们 所以基督徒要侍奉主 先是给圣灵充满 先是给神的话充满 再给圣灵充满 那是非常好 就像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 他们三年半之久 领受了主耶稣 所启示所有的道 领受完之后 到了五旬节 到了圣灵充满他们 他们就大有能力 圣灵像火车头 神的话像轨道 今天我们要给圣灵充满 也要给神的话充满 来侍奉主 荣耀主 好 时间关系 音乐分享就停在节 验神祝福 我们一样行踏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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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